宗旨什么安全是根本 什么安全是基础 这个很好记啊 人民安全是宗旨 因为党的宗旨就是全情权为人民服务 根本一般来说 现在说党的根本接受 首要建设 包括咱们国家安全当中的根本安全 都是什么 政治方面的安全 而还有一个基础 咱们哲学当中经常讲一个词 叫什么基础 经济基础 所以这里面经济安全 是不是为基础 当然除了这些安全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保障性的安全 比如军事科技文化和社会安全领域的 这个你看一看就行了 而且在整个的国家安全当中 他提到了一系列的统筹 这个我不强情话 你能记住最好了 你看一看这里面 他几个统筹 就是在国家安全方面 有统筹什么 这里面的既有统筹发展于安全 也有统筹开放于安全 还有统筹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你像现在的什么疫情 对吧 包括一些数据信息安全 这些都是以前可能没有的 就是非传统安全 你像传统安全 就是咱们以前经常说到的军事威胁 这些军事安全可能都是传统安全 还有呢要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最后一个说到的是要统筹 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所以我个人觉得相比较而言 比较好记忆的是第一点 就是统筹发展于安全 这是咱们在国家领导人 众多的讲话当中经常会提到的 但是呢 那与他进行相比较的匹配的就是统筹开放与安全 因为你不能自己搞建设 对吧 你还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相关的发展和开放 而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要考虑到自身安全 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共同安全 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就可以了 你能记住后面这几个统筹更好了 但如果实在记住都也不强求 但起码要把前面这个圈一和圈二 这里面的核心细节是不是要掌握了 好了最后两点呢 其实就说到了一国两制和咱们国家的外交工作 因为说完对内是不是紧接着说对外的外交啊 对吧 这个细节呢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简单只是把标题给大家梳理清楚了啊 但是实际里面的细节和咱们之前讲的都一致 好了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13个方面的历史性成绩和历史性命格 跟大家介绍完了 主要掌握一些我圈化的核心考点 把它记住就可以了啊 好了看一下第五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的主要总结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这个非常重要 方式的初度选 你看一看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具体指的是什么 然后呢一会儿给大家总结总结 看一看怎么记好记啊 第一个方面呢 主要是从根本上啊 就百年的奋斗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第二个是说 党百年的奋斗是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第三个方面的是说 党的百年奋斗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这说到理论层面 是不是具体怎么做 而第四个方面说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建成 前面是不是都说的咱们国家自己的 对吧 这个时候呢要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说一说咱们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那最后一点呢 说到了党自身 就是党的百年奋斗是不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什么呀 中共产党 你怎么记好记呢 按照应用的逻辑论计 你先记这个括号五 先说嘛 因为这是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嘛 所以先说党自身的发展并化 就是锻造了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共产党 第二点呢 就是党领导咱们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勤途和命运 比如说我们站起来了 慢慢的富起来 这比较强起来了 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的就是我们摆脱了那段屈辱的历史 对吧 然后后来慢慢的是不是我们寻找出来了 或者说开辟出来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道路 但是无论是改变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 还是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这是不是都体现在我们实现层面上 就都体现在我们革命计则和改革的不同时期 那么但是我们不仅仅有实现层面的 我们是不是还有理论层面的 我们这个理论层面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或者说理论创新 上面是不是就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我说说完了这几点 我们说完对内是不是要说对外 那么对外就是我们国家党领导 咱们取得的百年奋斗的成就 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是不是应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建成 所以你的记忆顺序和逻辑 你可以按照我这个逻辑去记 你觉得好记你就按照这个模式去记 当然你如果有自己的记忆方式更好了 你可以先记五线说党自身 然后再记时间领域的就是括号一和括号二 然后再说理论层面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说完对内说对外 是不是说到了咱们百年的奋斗 对世界历史建成 是不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 这是我们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这五个方面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第二个大的角度要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重点把握一下括号三 括号三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就是这个根本指导思想给咱们国家 给党的建设 以及党领导咱们的百年奋斗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你看看他后面这个细节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在中国得到充分的检验 实际是检验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吧 所以你要注意匹配 咱们检验的是什么 检验的是是否科学 是否是真理 那我们经过这么多年 尤其是党百年的奋斗历程 就可以发现 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 在咱们国家是不是能够立得住的 能够知道咱们不断的 是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点 什么在中国得到充分的贯彻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性 人民性和实际性 其实呢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我们既从实际当中 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也把我们得到的这些结论 是否拿到实际当中反复去检验 就是这个基本的实际性得以贯彻 而且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所以你注意匹配 人民性和实际性在中国得以贯彻 那最后一点 什么在中国充分彰显 所谓的彰显是不是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或者带有一定的特殊属性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性 开放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是得到了充分彰显 彰显嘛 就是一些突出的新明亮点和新明特征 所以你要注意了 这里面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方面的特性 是不是六个方面的特性 他们分成了三组 每一组对应的动词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要核心进行匹配一下 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六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十个坚持 这十个坚持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当然他有可能出多选 说问你 我们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具体包含下来那几个 但这个其实不太好记 我们下一个来看一下 等到把这十条坚持的经验 我们都说完 然后给大家编个口局 告诉大家怎么记 相对是好记一点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叫做坚持党的领导 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细节 就要大家知道 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 近代以后的历史和命运 取得今天这个伟大成就 最根本的一般谈最根本的都与什么有关 都与党有关 所以他说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所以我们经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时期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党要领导人民 说不断的取得新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坚持什么智商 人民智商 就是党做的一切工作 最后的出发点落脚点 是不是要站在最往那 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人民的表述 当然可能攻击和常识里面考的不是特别多 你们面试当中可能会用到 说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但是关键在后面这句话 党执政新国的最大底气 我们用的底气是什么 来自于人民对吧 而且什么是最大的政治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包括后面这句话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党史当中 也跟大家提到过了 我们现在提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那反过来说 党执政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那就反意思 就是要最大的威胁是脱离群众 注意一下这几个细节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 那这里面指的理论创新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话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呢 它不是教条的理论 是吧 它是一种行动指南 它要随着咱们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 而不断的向心演变 第四个呢 就要坚持独立自主 这个你看一看就行了 就是我们在对外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坚持立场 这是咱们立党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五个方面 说要坚持中国道路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 我们现在就找到了 适合咱们中国发展的道路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我们不仅仅要考虑自己 对吧 我们还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要放眼世界 格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坚持胸怀天下 那么在这个牵下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坚持开放 我们不能搞封闭 要与其他国家是不是一块合作 而且呢 面对着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当中的不公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主持公道 要伸张正义啊 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这一边 同时呢 也要站在什么呀 站在人类的这样一边 那这个呢 其实主要说的是胸怀天下 还有呢 我们就需要开拓创新 包括呢 这里面提到的第八个方面 是不是敢于斗争 当然说这个敢于斗争 主要指的什么呀 其实我们经常说呀 这个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我们这种斗争 其实在新当代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挫折挑战 我们在一些挑战面前 或者在一些磨难面前 我们要通过一种自信 来战胜这种挫折和困难 我们今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是一定会到来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统一战性 其实统一战性 换一个词表达 就是团结 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呢 在完成一系列的事项的时候 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要团结各个民族 对吧 我们要团结政党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团结海内外的 这样一些具体的人员 那这些呢 其实都叫统一战性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要坚持自我革命啊 什么叫自我革命呢 这与党的自身介绍 其实就密切相关了 比方说我们这个政党呢 是一个客观的政党 也就是我们善于分析 自己面对的一些挫折困难 也善于总结 我们自身所犯过的一些错误 那么只有这样 在不断的进行修正错误的过程当中 在不断的坚持真理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解性 所以坚持自我革命 是从党的自身见识的角度来说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给大家 是不是就将十个方面的坚持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不是总结完了呀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怎么样把它临到一块去记 给大家一个口诀 当然我想了很长时间啊 这个口诀 其实不太好说啊 那么基本上呢 是包括这样的十个方面啊 你可以简单计较党民立道理啊 党民立道理 其实就是每一句话呢 其实抽出了一个字 再就是开怀赶自战啊 党民立道理啊 开怀赶自战 那你看看每一个词 你认不认识啥 这个党呢 其实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民呢 就是人民之上 这个利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独立自主 道呢 就是指的是中国道路 这个理呢 就是理论创新 开呢 就是指的开拓创新 怀呢 就是胸怀天下 敢呢 就是敢于斗争 自呢 就是自我革命 战呢 就是什么呀 统一战心 当然了 你只要把他的每一句话的 单独的一个字拿出来 到时候考试反正是客观题 能够选出来 就是根据这个口诀 就是党民立道理 开怀赶自战 能够记住就可以了 我们关键呢 要看一下这里面的最后一段 当然这个呢 我没有给大家打到讲义上 是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放到了PPT上啊 你看一看 这十条历史经验 其实 它是一个有机整体 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那你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啊 他这里面提到了四个揭示 当然我个人觉得 他直接考这个多选四个揭示 其实不太容易 关键他可能直接扣框 问你到底是什么揭示了 党和人民事业 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什么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 什么是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党永保 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 大家会发现这里面基本上提到的都是根本保证 根本原因 是不是还有根本途径啊 那你记得说其实也比较好记 因为毕竟是不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所以呢打铁自身硬 所以先要说自身的问题 对吧 就是党永保新建性和纯洁性走在前列的根本保证 就是要利用这十条经验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党领导咱们人民的事业 是不断的取得胜利 所以这是以前咱们所取得的这些奋斗成就 我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就呢 根本保证 或者根本原因 就在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失条经验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到现在 我们未来是不是要展望未来要取得更多的成就 我们要让党是不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它的力量源泉源于哪儿 还是我们曾经总结的这十条经验 而且这也是使党始终掌握历史的主动 保持新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重要保障 所以你稍微读一读这里面提到的四个结实 你知道一下 他谈论的内容主要与这十条经验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要记住我们总结的这十条经验的内容 具体指的是什么 好了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最后一个方面 就说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说我们要掌握未来 那么未来如何继续保持党的新进性和纯洁性 使我们不断地由胜利走向胜利 那这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核心考点 就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在整个的十九节六中全会当中 我们可以用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字 是把这些理念给穿起来 那么这里面谈到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围绕什么问题展开 就是全党要牢记 中共共产党是什么 中共共产党要干什么 这是我们研究的这一个根本问题 那第二点就是党的事业 是不是一定要后继有人呢 我们要一代一代人的接续奋斗 是不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抓好后继 有那个根本打击 那怎么样才能使我们后继有人呢 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单选的几个块 第二点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 我们要用什么教育人 就要用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是不是就是习近平 西时代中国特色的思想 第二点我们要用什么凝聚人 就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更团结 把大家紧紧的凝聚在一起 是不是利用咱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这里面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不是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是用这些理想和信仰 把我们紧紧的是不是凝聚在一起 提升咱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所以是用党的理想和信念 是不是来凝聚人 那用什么来培育人呢 我们说过了 在培育人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要注重这个人的才能 更注重这个人的什么德行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思想道德建设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用什么来培育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第四个方面 我们用什么激励人 大家想想平时的时候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受到激励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我们每天是不是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人 那怎么样激励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伟大的目标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是不是来达到激励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最终咱们才能培育和造就 有大批的堪当时代众人的接班人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四个角度 你把这个框挖出来 你能具体去知道用什么教育人 用什么凝聚人培育人和激励人就可以的 这是在本业培育当中大家核心掌的亮点 好了到此为止 我们就把整个的19届六中学会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内容非常多 一定要多读我们这些党内的核心文件 包括党的领导人的一些重要的讲话 你读书了以后其实有一些逻辑或表述 自动就会在脑海当中形成一种潜意识 好了这个文件跟大家介绍这些 继续看专题六 专题六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 就是今年也是一个特殊时期 就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整十周年 多少周年 三十周年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在七八月份的时政当中 重点其实跟大家讲过了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三十周年 那既然这里面提到了东盟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一下关于东盟这个组织的概况 它其实不是东亚联盟 东盟指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它有一个仅称叫做ASEAN 就是如果到时候考试出现了这种仅称和组织的匹配 你到时候能够匹配出来就可以了 它主要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那现有的成员国 主要是东南亚的十个主要的成员国 像泰国呀 缅甸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包括我们经常说到的菲律宾这些国家 以及印度尼西亚 这些都是东盟当中重要的成员国 第二点就是这些年 咱们中国和东盟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的 开展了诸多合作 咱们前段时间 其实有地方在考题说 中国和东盟合作当中 是不是有三大支柱 那么他就问你这道多选 说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三大支柱 具体是哪三个方面 其实这个比较好记 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政治文化展开的 一个支柱叫经济方面的合作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 还有一个就是人文方面的交流 临到一块 这是我们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三大支柱 第三个就说一说 我们中国和东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 其实最主要的成果 就是在经济领域的成果 那么到截止到2020年 注意因为2021年的数据 现在还没统计出来 所以我们截止是到2020年 中国已经连续多少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 我们截止到2020年 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东盟的 就是从东盟那个角度来讲 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直是咱们中国连续已经12年了 但是2020年的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就是东盟成为了咱们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现在咱们双向最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咱们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同时咱们中国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就双方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概述性的内容 先给大家补充到这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 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的峰规当中做出的讲话 首先第一个大家和谐需要掌握的点 就是这次讲话的题目 叫做命运与共共进家园 而且如果大家之前预期过 我给大家的这个时钟讲 你会发现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后面提到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方面 是不是提到了五个重要的共进家园 所以他的题目当中 与里面的具体内容是有关的 叫命运与共共进家园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 这个种整十周年数 叫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多少周年呢 30周年 他后面呢 其实是对这30周年进行了具体的表述 这个你简单看一看就行了 说这30周年呢 继续是经济全球化 收入发展 国际格局深刻 隐蔽的30年 这是不是说国际大背景 但是呢 要把这个国际大背景稍微放缩放缩 落实到中国和东盟密集的关系 所以第二个30年 是不是说到的 中国和东盟把握基于 实现双边关系 跨越发展的30年 这个你看一看就行了 第三点 这个大家一定要重点把握 就是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关系 就是我们要和东盟建立什么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呢 在本次峰会呢 其实我们还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 这个声明其实里面核心就谈中国和东盟 要建设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他其实是描述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伙伴关系 用四个词来描述 其实都是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一个叫和平 还有一个叫安全 还有一个呢 是繁荣 再加最后一个就是可持续发展 就是当时那个啊 联合声明里面 其实提到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其实是包含着和平安全 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你想想 和平安全 是不是都在说稳定 当今时代两大主题不就和平发展 那后面这个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是不是都为了发展的具体那种具体去谈 往下看 下面这一段呢 其实核心就总结了一下 三十多年来中国和东盟合作取得成就的一些原因 那这里面呢 其实主要是提到了这么几点 就是一个是相互尊重 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个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关键你要掌握后面这一点 这一点呢 作为第四个考点 就是哪一个国家在东盟对话伙伴中 最新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这个国家就是咱们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不是东盟的全国 因为东盟的全国 刚才跟大家说过 主要是东南亚的那些国家 但这几年呢 尤其是我们整个的对外开放 不断深入的过程当中 中国和东盟彼此人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密切 互利共赢的特点越来越张现 所以中国是在东盟对话伙伴中 最新加入了东南亚的友好合作条约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原因取得这些成就呢 比方说合作共赢 走和平发展道路 守望相助 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我们进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这四个字 清诚慧荣 最后一个方面呢 说到的是包容忽敬 共进开放的区主义 有的人可能不理解 什么叫做包容忽敬和开放的区主义 因为我们知道啊 中国和东盟这两个主体 他们里面涉及到了一些不同的民族 还有一些特殊的宗教文化 那么对于不同的宗教文化 还有不同的民族的特点 我们应该与尊重平等相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也需要是不是有一种包容的心态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实现一种文化的多样性 因为既是民族的 是不是也是世界的 所以这里面提到的叫 包容互进 共进开放的区主义 你注意一下啊 我刚才给大家圈化的这两个细节就可以了 不用当多选去记 好了 往后看 往后看呢 这里面就谈到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这里面提到了说 路遥之马的一日有近人心 就越来越看出来 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越来越密切了 他说中国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永远都是东盟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关键大家需要掌握的是 后面这个多选 就是中方坚持的四个坚定不移 这个得记住了啊 我们在整个与东盟进行对话合资的过程当中 哪四个坚定不移呢 第一个 我们要坚定不移的 以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就是咱们在忧心与东盟开展现的外交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坚定不移的支持 东盟他们自身的团结和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第三个 主要是坚定不移的支持 东盟在区域框架中的中心地位 第四个 主要是坚定不移的支持 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 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怎么记相对是比较好记呢 第一呢 首先再说一说啊 咱们的周边外交的忧心方向 那要以东盟为优先发展方向 第二点呢 我们要支持什么呢 就是东盟的自身建设 也就是东盟的团结和东盟的共同体建设 但别忘了 我们要稍微把这个范围稍微扩大扩大 因为毕竟呢 在东盟的这个区域 东盟他们自身是不是处于区域框架的中心地位 但是呢 不仅仅要停留在东盟的这个特定的区域 我们是不是要放眼世界 我们要把这个范围再扩大扩大 第四条是说到的 我们要支持东盟在整个的国际事务当中 是不是要发挥更多的作用 这样的话是不是才符合多边主义的基本要求 所以你可以先说咱们中国的外交又新方向 然后再说东盟自身的团结 那么再说东盟在地区发挥的作用 那么最后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东盟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中方坚定的重要立场 叫四个坚定不宜 再往下看呢 就是对于未来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 那这里面呢习近平主席呢 其实是提出了五点记忆 一定要记住这五点记忆 而且他提到的这五点记忆 其实就包含这五个家园 特别容易出作选 我们来看一看 先分别来看 我再给大家总结 第一个他说要共建什么样的家园呢 和平家园 什么叫和平呢 就所谓的这个和平呢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 也是各国人民的最大的共同期盼 我们希望没有战争 我们也不希望霸权主义 我们也不希望出现相应的强权政治 这是我们建设和平家园 一个稳定的非常之好的群体 而第二个呢 我们要共建安宁家园 当然这里面的安宁 其实它设计的内容就比较多了 比方说就这现在的国际大背景来看的话 就是疫情防控 对吧 我们现在呢 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 对疫苗的提供 包括抗疫资金的援助 其实我们都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中国和东盟 在整个抗疫的过程当中 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倡议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打造的叫做中国和东盟的健康之盾 健康之盾 这也是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 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合作倡议 而且呢 现在咱们中国呢 其实对于东盟的很多国家 提供了很多很多新冠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无偿性的援助 对于他们的抗疫资金 其实也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我这里面跟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这里面提到的 您将也不仅仅指的是疫情防控 那还有呢 像反对恐怖主义啊 对吧 包括这里面提到的 就是我讲一讲给大家写的男孩的稳定 其实都是我们构建安宁家园当中 非常凸显的一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共建繁荣家园 这里面主要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经济恢复 注意一下里面的一个核心考点 就在这里面 中方愿意在未来的三年 再向东盟提供多少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注意这个细节啊 1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用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复苏 那第四个方面我们构建的家园 因为这几年生态的问题 在国际上是不是提到了很多次 所以我们要建设美丽家园 而一提到美丽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什么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 一定要注意的 叫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为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以及咱们中国 其实都是边临海洋的 那么一旦边临海洋 我们就要开展相关的海洋经济合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海洋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 以及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打造的一个伙伴关系 叫什么经济伙伴关系 蓝色 这个蓝色与海洋 这个颜色是不是也密切相关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 要么共建什么家园 要共建友好家园 那么其实这个共建友好家园 核心体现的什么呢 主要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 比如说人员的往来呀 还有一些呢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教育 学历方面 这些呢能够进行两国彼此人的沟通和交流 那你其实说到了文化方面 其实与体育也有关系 对吧 比方说我们有杭州亚运会呀 我们有北京冬奥会呀 那我们要利用这些好的赛事 甚至是一些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是不是加强中国和东盟 彼此人的交流合作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共建友好家园当中 里面核心提到的一些重点 所以林到一块 习近平主席 其实是提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你怎么记比较好记呢 你可以先记前面两个 就是一个是和平 一个是安宁 那么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与社会的稳定 包括与国际社会当中的安全 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这是整个的 当今时代的第一个主题 就是和平嘛 但是说了和平 我们要说什么呀 发展 对不对 那么发展的时候 这里面提到了共建什么家园 繁荣家园 它还是围绕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来说的 但是只不过说这几年 我们提生态的概念提的比较多 是不是第四个方面 再来一个美丽家园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文化 以及其他领域相关沟通和交流 是不是要共建友好家园 你把它都读两遍 这五点自己到时候一定要选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句话 这里面提到了古语古训 也就是用点 就是习近平主席 他的讲话当中的用点 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出处的 那这句话叫做 谋夺于一者必得 诗音于民者必成 这句话出自什么呀 出自燕子春秋 出自燕子春秋 那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 如果是基于道义的话 那我们一定会有所得 而且呢 如果事情 我们是依靠百姓 站在百姓立场的思考问题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一定会成功 这是我们燕子春秋当中的一句名言 好了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不是特别多 简单跟大家介绍这些 尤其要注意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 五点经营 这五个家园 继续往下看 来看一下专题时政当中的最后一个 就是专题七 中非合作伦坛第八届不长级会议 那在给大家介绍领导人的主席演讲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介绍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需要注意一下 它的成立时间 它成立在哪一年呢 2000年 也就是2000年 是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时间 因为当时举办了首届不长级会议 就标志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 但是呢 它到现在为止呢 一共成立是21周年 因为21周年不是个整实重金书 所以可考性的价值不是特别大 你简单知道一下它的成立时间在2000年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 说一下中非合作论坛的这举办时间 它不是每年都召开会议的 它的举办的是每三年 举办一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是第八届不长级会议 而上一次 有的时候今年是2021年 那么上一次呢 举办相对论坛峰会的时候 是在2018年 2018年的那次重要的峰会呢 其实是在中国举办的 所以今年2021年 其实又要举办一次重要的会议 第三点呢 我们就说一说这次不长级会议 就是第八届不长级会议 大家需要知道 这次不长级会议的举办地点 它是在塞内加尔这个国家 可能塞内加尔这个国家 大家平时听的相对是比较少 它的这个举办城市 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 这个首都城市叫做达卡尔 这个首都城市 就叫做达卡尔举办的 第八届不长级会议 而更重要的一个考点是下面这个 就是大家要掌握一下 这次第八届不长级会议 它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主题非常常 大家一定要注意内部的逻辑 第一句话呢 我们要深化中非伙伴合作 深化中非伙伴合作 那么深化这个合作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叫促进发展 促进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要促进可持续发展 那么经过了这个可持续发展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要构建一个命运公众体 构建啥命运公众体呢 要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公众体 因为呢 习近平主席呢 其实在国际社会上呢 经常愿意提这个词 叫做命运共同体 但是结合中国与非洲国家 是不是叫做 中非命运公众体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 是不是正处于一个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所以临到一块叫做 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公众体 那么你按照这个逻辑 顺序去记 这三个小分具 相对于说记忆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开幕式的主旨 影响当中具体谈到了哪些内容 第一个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 他的这个讲话的题目 讲话的题目叫做 同舟共济既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公众体 很明显讲话的标题 与前面我们说到的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主题 是不是有类似性 他的类似性在后半句 是不是携手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共同体 比较难记得这前面两个分句 叫同舟共济既往开来 第二个大家需要掌握的点 是2021年 就是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 关系的多少周年呢 65周年 有的人说 为什么要计算这个65周年呢 这个65周年开始计算的时间节点 是什么时候呢 主要是基于第一个 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大家可以思考思考 这个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非洲国家具体是哪个国家 我可以提示大家一下 这个它主要位于非洲的北部 这个国家应该是埃及 埃及是在哪一年与咱们中国建交呢 是1956年 所以呢 我们计算这个外交关系开启65周年的时间节点 就从1956年 中国与埃及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始算 因为埃及呢 也属于一个非洲国家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算到一块是65周年 那既然这里面提到了埃及 我们就说一说埃及这个国家 当然它里面的第一个考点 就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是埃及 这个我不多重复了 第二个 我说一下 就是近几年呢 咱们中国与埃及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也是比较紧密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睡到一个词叫贸易伙伴 所以呢 我们有一次呢 其实在总结中国和埃及彼此之间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很明显提到了诸多第一 这个第一不仅仅有外交关系上的第一 其实还有贸易伙伴关系上的第一啊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中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且呢 我们不是说一年两年是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到2020年为止 注意啊 2021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啊 就到2020年为止 咱们国家现在应该是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第三点呢 说一说与埃及有关的一些地理环境和河流啊 那么其实在埃及附近呢 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河流 那么这条河流在国际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 这条河流叫什么河呀 尼罗河啊 而且尼罗河在国际社会领域 尤其是在世界领域 他应该是算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河啊 就是这个尼罗河 而且呢 尼罗河对埃及这个国家呢 他整个的百姓的孕育 或者这个国家的发展 其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埃及其实也就位于这个尼罗河的沿岸 我们经常把埃及这个国家呢 称之为叫做尼罗河的赠礼啊 尼罗河的赠礼啊 因为呢 这个尼罗河对埃及这个国家整个的生产发展 和当地百姓的生活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帮助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说完了埃及的地理 我们就说一说埃及的文化啊 其实有很多很多埃及的一些代表性元素 就是大家一想到埃及 你能想到哪些 比如说你像木乃伊 这个呢其实就与埃及有关 还有呢 你像金字塔啊 金字塔 其实这个金字塔呢 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呢 是古埃及国王的灵浅 也就是他的灵墓灵浅 因为其实在古埃及当中呢 他们的统治者经常被称为叫法老嘛 经常有这个词 是不是叫法老 这是他们统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 那么还有呢 像埃及的代表性元素 就是这个罗克索神庙啊 卢克索神庙 这也是埃及的典型代表元素啊 那么第五点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埃及附近一个非常突出的运河 而且呢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运河当中 也出现了相当大赌船事件 那么这条运河是国际上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通道 叫做苏伊士运河 而且在历史上呢 发生过多次中东战争 其实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当中 就有很多国家来竞争这个 苏伊士运河的相关的这个通行权 你像这个第二次中东战争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苏伊士运河战争 你像在那次中东战争当中 其实有很多国家参与过来 来争夺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 你像以色列 你像埃及 还有呢 英国和法国 其实也加入进来 就英国和法国啊 就是这几个国家呢 其实参与的叫做第二次中东战争 也被称为叫做苏伊士运河战争 他其实呢 这几个国家的目的也很明确 都在争夺这个重要的国际通行权 这是刚才说到了埃及 简单给大家补充这几个核心考点 好了 紧接着我们往下看啊 看一下第三个在原文当中提到的 就是我们总结总结 中非关系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好 中非有益为什么这么深 其实关键就在于一个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中非友好合作的精神 那大家关键要掌握一下 这个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他说其实包含四个方面 你可以作为四个分具去掌握啊 第一个叫做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第二个叫做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第三个叫主持公道 捍卫众议 第四个叫做顺应实施 开放包容 你怎么计好计啊 大家想想 既然叫做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首先我们合作的地位是比较平等 我们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但是呢 我们不能追求一种静态的平等相待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要把大门打开 对吧 我们要顺应实施开放包容 彼此之间是不是进行一个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第一个大家需要记得就是平等相待 第二个是不是叫顺应实施开放包容 就把大门打开啊 那达到的一种效果是什么呢 最终我们希望的结果叫做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单单把这个关系局限在二者之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参与一定的国际事务来实行多边主义吧 所以在国际问题的处理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主持公道 捍卫争议 那这样的话这个范围和视野是不是相对是扩大一些 所以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是包含这四个大的方面 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是用八个具体的词 是不是来形容这样的一个核心内涵 大家掌握一下这个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防止到时候考试可能出多选 好了继续往下看 下面这个内容呢 比较简单 掌握的第四个内容啊 当然这个点呢 我们重复都跟大家说了啊 因为我在九月份的时钟当中说的比较多 就今年2021年也是个整十周年数 是中国恢复在离合国合法席位多少周年 五十周年 所以在当时的二十六届林大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非洲国家的朋友 其实对于我们恢复在离合国的合法席位 是不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习近平主席就在整个的讲话当中 对于非洲国家 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深厚的情谊 是表示重心的感谢 他后面提到了这个点大家需要掌握 就是我们一直在和非洲合作的过程当中 秉持什么样的理念啊 注意这四个字叫真实 亲诚的理念 以及正确的毅力观 当然我后面会具体去跟大家说这个毅力观 因为我们在整个中非彼此关系的合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一些坚持的原则 和我们不能做的一些事情 注意一下这种的细节 就是我们秉持的是真实 亲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 好了往下看 看一下下面第五个点 这个点呢特别重要 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现在要打造的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其实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呢 其实也提到过我们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个呢 大家一块来回忆一下 当时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 它里面提到的词非常非常多啊 它主要提到了六个方面 那么我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记忆逻辑给大家写 然后呢 你看一看这个逻辑有没有方便你去记忆 我们一般来说呢 其实核心说到了这么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叫做合作共赢啊 就是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当中 首先包括的就是合作共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安全共助 那第三个方面说到的叫文化共新 第四个呢 说到的是幸福共享 幸福共享啊 第五个方面说到的是和谐共生 当然还有一个词叫做责任共担 那么这六个词临到一块 就是当时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非命共同体 我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数据写 你比如说合作共赢 我们经常是经济领域的 对吧 安全共助一般与政治与稳定 对吧 与安全是密切相关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与文化有关 叫文化共新 文化需要互进和交流啊 第四个方面是与民生与人民的幸福 是密切相关 叫幸福共享 那么第五个方面说到的是和谐共生 那么这个和谐共生一般与气候的变化 与资源与环境与生态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是不是就密切相关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数据去写 是本的一个记的原则 是不是和五位一体有点类似 对吧 有经济有政治有文化 有社会有生态 是不是临到一块我们就记到了五个 那最后加一个点 就是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那么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过程当中 每一个国家是不是都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对吧 对于我们一些涉及到国与国至今的核心利益 还有呢 大家共同关切的这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寻找利益的契合点和利益的共同点 来共同的承担相当的责任 所以呢 这里面是说到的叫责任共担 那么另一块呢 其实你可以继承五加一来继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 它主要包括的就是这六个方面的内容 好了 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六个点 就是这个古语古训的处处 叫亲礼之行 史与足下 这个我们在哲学当中其实用的比较多 虽然这句话比较熟 但是并不一定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的出处 他的出处应该出自哪啊 道德经 这句话呢 其实是道德经当中的一个治理名言 叫亲礼之行 史与足下 是不是强调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要做好必要的积累 那么就结合这句话呢 习近平主义就是说了 我们站在故近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点上 提出了四点主张 就是我们具体应该做哪些事情 你看一看这四点主张 具体是什么 第一点呢叫做要坚持团结抗议 那这个很明显的要解决我们现在疫情防控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们不仅仅要抓好疫情防控 什么要促进经济复苏和经济社会发展呢 第二步要说要深化务实合作 那这里面呢 其实非洲联盟呢 他们这些国家联盟是不是也有一个发展议程 你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 这个细节 他们有的这个议程叫2063年议程 当然这是作为非洲国家联盟的2063年议程 它是与联合国的整体的发展议程 就是2030年的可视性发展议程 是高度吻合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说过来在国际社会领域当中 我们现在除了提抗议 除了提经济复苏 我们还要提一个亮点问题 那就是生态问题 所以我们在整个打造的中非命运公体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和谐共生 所以我们要推动绿色发展 那最后一点呢 其实就是从整个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平等相待 我们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当中要维护什么呀 公平正义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习近平主席在整个的峰会当中 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四点主张 你临到一块围绕着现在的时代大背景 以及社会发展的亮点 去选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后面这个 本次会议前中非双方共同制定了一个愿景 注意一下这个愿景的十几年份 是中非合作2035的愿景 这个和咱们国家自己的发展目标是不是有契合 因为咱们国家到2035年的时候 是不是要基本实行新大化呀 所以这个时候从中非合作的愿景来说的话 我们的时间节点也是到2035年 而且呢 在整个的啊 这个愿景过程当中 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 共同要实施九项工程 当然不需要大家去记忆说 这九项工程具体包含哪些方面 一般来说如果是真的出了一道多选 那么实施的这九项工程 就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事项 一般全选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领着大家去浏览一下 在每一项工程当中出现的这些细节啊 就是中国是怎么样援助这些非洲国家的 那么第一点呢 他主要说到的是卫生健康工程 这个也与疫情的大背景是密切相关 看一下这个细节啊 他说未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 60%的非洲人口 是不是都要接种新冠疫苗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主席就宣布 中国怎么样对非方进行相应援助呢 要提供多少亿剂疫苗啊 注意哈 对于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 而且其中的6亿剂是无偿捐献的 剩下的4亿剂 是以中方企业与有关的非洲国家 是不是离合进行生产的 你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啊 这里的数字叫11亿剂疫苗 第二个呢 我们知道啊 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 还处于贫困当中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之前打赢了脱贫工进战 我们要把我们的紧贫 或者是我们脱贫当中的一些工作经验和理念 是不是告知非洲的这些朋友 以帮助他们实行相应的紧贫工作 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所以第二个方面呢 叫紧贫会农 第三个方面呢 叫贸易的促进工程 这里面也需要大家掌握一个数字 刚才第一个数字 是不是说到了像非方提供的11亿疫苗啊 那第二个数字呢 就是怎么样促进贸易的发展 这个时候呢 那其实我们给非洲国家向咱们国家输送农产品 其实提到了好多遍地啊 建立了一个预测通道 以逼于非洲的农产品可以进入咱们国家 方便咱们国家的进口和非洲国家的出口 而且呢 我们对于很多商品 其实采取了一定的关税优惠和关税紧张 那这里面有个数字啊 就是力争在未来的三年 从非洲的进口要达到多少亿美元呢 3000亿美元 而且呢 中国将提供1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额度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对于非洲的整个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 其实取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但你不用这么细啊 你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进口计额 大致掌握一下就行了啊 当然你大致掌握啊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可以稍微放一放 但是最主要的是大家要掌握一下 我们向非方提供的这个10亿基疫苗 你第四项工程呢 就是投资驱动工程 这个大家看一看就行了啊 里面都说到了是时间节点 都是以三年作为时间节点 这里面说未来三年将推动企业对非洲的投资总额 是不是不少于100亿美元 这个你看一看就行了啊 好了 重点掌握一下第五个方面 就是我们要打造数字创新工程 我们这里面的明确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中心 你看一看这是哪方面的合作 主要是建设中飞卫星什么应用 遥感应用的合作中心 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第六个方面的主要说到了关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方面的发展 提出了一个呢叫做绿色发展工程 这里面关键要支持什么建设 这个细节的注意 就是非洲的绿色长城建设 那其实你看到绿色就知道应该是与低碳与气候变化是比较相关的 那么后面七八九这里面主要说到了能力建设呀 人文交流啊 还有和平安全 有他说什么叫做能力建设 这个能力建设一般与教育和技能有关 就是中国呢会向非方提供一些这种学校的交流或人才的培养 以及技能的培育啊 那这些呢叫做能力建设工程 还有呢就是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比较好理解 比方说我们在这些电影啊 电视剧啊 我们彼此在对方是不是进行相应的播放 对吧 包括旅游啊 这些都是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那第九个呢就是和平与安全工程 这个你稍微浏览浏览 你知道他们都属于这九大工程当中的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在讲话当中的内容 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这些 其实里面的细节并不是特别多 你掌握一些我给大家圈话的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次大会呢 不仅要掌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还要注意一下本次大会的总结 我专门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中形成了很多很多重要的成果 对吧 那么而且呢 这次部长级会议是在历次会议当中通过成果文件最多的一次 这里面呢 其实是通过了四份文件 你注意一下这四份文件 因为他的举办地点呢 主要在塞内加尔的首都就是达卡尔 所以他的文件名称当中一般都与达卡尔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呢 达卡尔宣言 还有呢 达卡尔行动计划 那么还有两个呢 主要是围绕着绿色生态的气候变化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非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愿景 一个呢 就是气候变化应对的合作宣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非合作2035年的愿景 这个2035年的愿景 我在介绍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当中 是不是给大家提到过 你注意一下啊 他通过的这四份文件 这是第一点大家需要知道 第二点 我们举办完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会议 下次是不是应该就是第九届部长会议了 我说过了几年举办一次 三年举办一次 所以下次是不是应该在2024年在哪举办 是不是在咱们中国国内进行向来的召开 这是本次会议总结当中 核心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点 尤其要注意一下这四份成果性的文件 好了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有一个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其实非常非常应景 与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其实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关联性 那这个白皮书起的名字就叫做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其实里面写的内容非常非常多 我是进行了相关的筛选 把你们一些核心的点给大家梳理出来了 你来看一看啊 先来看第一点啊 就是这次这个白皮书的地位 它是中国政府发布的首部全面介绍中非合作的白皮书 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点可考性不是特别强 因为一旦他直接问你说首部全面介绍中非合作的白皮书是什么 那一般你都能打上啊 基本上相对于把答案的文字都在提案给大家介绍了 就这个白皮书啊 第二点大家重点把握一下啊 就是中国以及非洲啊 这些国家的地位 咱们中国呢是实际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注意哪一个大洲的大陆 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啊 注意啊一定是非洲大陆 是发展中国家啊 最集中最密集的这样一个大陆 那么第三点呢其实也是在刚才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当中提到过的 就是我们对于非洲国家的相关的合作理念啊 是什么样的对非政策和理念呢 这四个字我们再重申一下啊 叫做真实 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一种正确的异地观 有的说什么叫做正确的异地观呢 其实咱们古代呢 其实有很多古人就经常会说 我们现在呢追求的一种叫毅力相襟啊 就是要追义也要追利但是要以谁为心 以义为心 这是古代君子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代表 那么反映到了咱们现在国际社会上更多的 我们要主持公道啊 我们要伸张正义啊 这些都是正确的异力观 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的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要讲诚信啊 讲道义啊 或者是讲正义啊 这些都叫做正确的异地观 当然你不用核心把握这个异地观啊 你关键要注意一下前面这个我们对非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理念 四个字真实秦成 这是第三点大家需要知道 继续往下看啊 说到了中非合作的交往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矜持的两个重要的原则 一个叫做四个坚持 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就是五步原则 我们一次来看一下防止的初多选啊 第一个呢需要坚持的叫四个坚持的原则 这四个坚持其实不太好记 我们先读一遍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和逻辑啊 第一个说要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第二个要屹立相襟 以意为心 第三个要发展未免 务实高效 第四个是要开放暴龙进修病区 那咱们记的原则呢 是要按照一个顺序计 我们先记这种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就是两个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不能一种静态的平等 对吧 我们更多的讲究一种动态的平等 也就是说我们要开放 把他们敞开 与其他的国家是比较开展性的合作 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承认文化具有差异性 制度有差异性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包容的心态 所以第二点需要跟大家注意的 就是要开放包容进修病区 那么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坚持的是 毅力相襟 以意为心 就是既注重合作的共赢 同时要讲诚信 讲道义 这是第三个大家需要记得 那最后呢 大家要注意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要实现什么样一个目标 是不是要落实到人民的角度 也就要发展未免 是不是无实高效 所以一般来说客观题的选项 都会提示你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 记忆的顺序和逻辑 把这四个矜持 给他掌握一下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我们是用五步原则来形容的 但是这五个方面 我们可以分为两类 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放到一类 就是不干涉非洲国家 寻找自己的道路 也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 也就是说这是 他们自己道路的问题 和内政问题 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中国不进行相应的干涉 而后面三条 基本上都是中国和非洲的 关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内容 就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也不再对非的援助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也不再对非的投资融资当中 谋取政治私利 也就是说 我们和非洲国家 彼此之间是一个 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存在任何的 附加政治条件 和谋取政治私利的 这样的一种内容 所以你可以分成两类去记 一个是说到的 非洲国家自己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合作 或者是援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中国不谋取政治私利 也不附加政治条件 好了 最后一个部分 其实是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中非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出现了一些历史性的成果 或者是说 这里面出现了几个第一 我给大家稍微圈话去 领着大家一块读一读 你看一看这里面的几个第一 具体指的是哪几个 第一个先说一下 就是这几年 咱们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 其实发展的是非常非常高涨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呢 已经和除斯维什兰以外的 其他53个非洲国家 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个你注意注意 这个细节就行了 那这里面的第一点 大家需要把握的 就是关于贸易领域的成果 其实我在前面讲讲话的时候 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 从2009年开始算起 但是我们现在的截止时间 是到2020年 因为2021年的数据 还没有统计出来 那么从2009年 一直到2020年 我们已经连续12年 稳居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 这样一个地位 注意哈 我这里面说到的是 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其命讲的那个是 与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所以他们指的这个范围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是连续12年 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他说的意思就是 中国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二点这里面注意一下 就是中非首个贸易 这样的一个自贸协定 那么是和哪个国家 彼此连签订的 是中国和毛里丘斯的自贸协定 就是这个2021年生效的 这应该是中非之间 首个自贸协定 第三点 我们在前面 是不是也跟大家说过了 关于卫星摇杆 这也是中国和非洲合作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第一 就是中国同非洲合作的 第一颗摇杆卫星 应该是中国向哪个国家援助的 对地观测摇杆卫星 埃塞俄比亚 注意这些非洲国家的具体细节 而且现在在2021年的5月份的时候 中非双方还发起了一个倡议 发起这个倡议 更多的是为了远助非洲的经济发展 来进一步的充实 中国和非洲的这种发展伙伴关系 所以就有一个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这个你看一看就行 重点掌握一下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我们中国 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倡议 叫一带一路 那么在整个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 就有中国同区域性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 又来了个第一 共进一带一路的规划合作文件 也是与非洲国家有关的 那么这个合作规划的文件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非洲联盟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真的考到了第一份共进一带一路的规划类的合作文件 就是与国际组织有关的 那你要想到非洲联盟 注意一下这几个细节就可以了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中非合作文坛第八届不长期会议里面的全部内容 简单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些 课后呢 大家多看几遍 按